我愛你心愛 縣長阿伯安安化身孩子王 開心與小朋友同樂 由三個縣市政府聯合舉辦的 共榮樂遊列車 第二場來到屏東市的和平公園 這個以全人照顧為主軸 所規劃的戶外大型共榮市遊戲場 廣受民眾好評 從設施開放至今已高達7萬人次 站在同理心的角度 站在這個當事人 在這個屬於不分年齡層不分藏北的一個公園 這邊開放這段時間來 已經高達7萬多人來到這個地方 7萬多人是來到這個地方 檢視一下再次的檢視 是否有些需要再修正或不足的地方 我們會再精進 開開第一次做秋千 透過遊戲互動的方式來傳遞 共榮精神 結合同人權價值 現場強調身心障礙者在過去 因為環境不友善 對於遊樂設施的印象 僅出現在書本裡 如今可以親身體驗 溜滑梯 蕩鞦韆等 不只孩子們玩得開心 父母親也感到相當欣慰 去一般公園那些設施都不能玩 因為那個都很小 就是學齡前的那種塑膠罐頭郵具 那個溜滑梯很小 根本他臉是盪不去 那這邊的話 他有輪椅球前 對 然後還有那個 無障的流滑梯 他可以把灰車推到 那個最上面 然後再滑下來 我覺得這是很驚豔 因為可能大家都在想說 城鄉差距很小 非常容易 可是屏東縣政府已經注重到 深藏合同的遊戲去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因為這個遊戲場 它的面積 甚至它的設施 都是應該是全國之壞吧 那也是很多深藏孩子 可以在這裡有更好 更健全發展的一個地方 大戰屏東的和平工融公園 堪稱全台之貫 深藏同盟的州理事長 感謝屏東縣政府 積極落實共融政策 讓身心障礙的同 也能走進遊戲場 與其他孩子們一起互動 同時也能傳達相互尊重 及互主觀念 這特別的共融遊戲場 除了謝明超喜愛 也有遠從高雄台南 甚至台中的朋友 一同來享樂 外來獻服也期盼 作為南台灣共融遊戲場的先驅 能把經驗持續散播至各個角落 營造相互尊重 包容共享友善的 共融城市文化 別動輸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 中文澳 大陸 中文化 創造相關